德國媒體又造出來了一個中國的超級建築 中國的一個普通小區,怎麼能撞下兩萬多居民? 我們一起看一下他們的生活怎麼樣? 為什麼德國人覺得這是一個真的不可思議的事情? 我是來自德國的小伙子,馬克! 今天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德國和中國人口和城市的差距了! 德國的安京城市又來了! 沒錯,我的朋友們,今天我當然又來了! 歡迎各位來看一下今天這一期分享了! 我在德國,我只穿了一個T-shirt,現在到這個陽台上面了! 為什麼?因為還比較熱! 對於一個二月來說,今天應該有15-16度左右,非常的有意思! 那在開始的之前,我要先坐下來,我要先吃個飯! 今天馬克休息是一個很不錯的日子! 今天我們就吃點好吃的! 啊,今天有油雞雞蛋,油雞西蘭花和牛排! 不錯不錯! 朋友們,來吧!吃肉了! 嗯! 那麼,上次馬克休息做了一個分享,在裡面對比了一下德國和中國的城市了! 很多中國朋友們對這個事情比較感興趣! 在評論裡面也討論了這個事情,覺得德國這邊的城市太小了! 太安靜了! 人都沒得! 而且不怎麼方便! 我們德國這邊的一個小城市的人口,可能就等於中國的一個小區! 真的有德國的媒體找出來了一個這樣的小區!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它厲害在哪! 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中國杭州的一個居民小區! 按照數據來看的話,這個小區裡面有兩萬多人就住在裡面! 從外面就看著特別漂亮! 媒體和新聞說這個有可能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居民小區! 我覺得這麼多人還真差不多! 但是最有意思的就是這些人住在這個地方的人,他們可以這一輩子不用出門! 因為太訪問了! 這個小區啥子都有! 有住的地方,有學校,有商店,有超市,有游泳池,有健身房,有剪頭髮的地方,基本上啥子都有! 那為什麼很多德國人會覺得這個事情好像很不可思議? Maki現在出來了,我們來看一下,這邊雖然說有很多房子,基本上都有人住,但是路上基本上一個人都沒得! 這裡有兩個開自行車的,騎自行車的,前面有兩個走路的人! 又來到德國小城市的街頭上,有車,但是沒有人! 沒錯!你們有可能在想,怎麼會這麼安靜?人怎麼會這麼少? 你們說是不是?那德國人也一樣,在想一棟樓,一個建築,怎麼能撞下這麼多人? 兩萬多人咧! 雖然說我們這個小城市有八萬多人,也不是多很多哈,但是我的一個朋友,住在附近的一個小城市,也只有兩萬多人! 跟中國一個小區的人口一樣多了,太可怕了! 德國人也會想,這麼多人,住在一個地方,在一棟樓裡面,安全嗎?不麻煩嗎?趕緊嗎?不吵嗎? 反正很多這種思想和思維,但是這個只是一部分原因,還有一部分原因,那就是我剛才說的,這個小區裡面,這個建築裡面,啥都有! 沒有任何原因,需要你從這個小區門口走出來,就是你住在裡面,住的也搞定了,有飯店,吃的也搞定了,有炒食,買的,喝的,吃的,用的也搞定了,然後有各種學校,教育,搞定了,有一些小醫院和證所,醫療也搞定了,有一些健身房,游泳池,瑜伽罐,打台球的, 各種各樣的玩的項目,娛樂也搞定,基本上,在這個小區裡面,啥子都可以搞定! 這就是一個德國人不太認識,不太習慣的一個事情,因為我們這邊沒有這麼大的地方,沒有這麼大的建築,沒有一個,一站室,全部都能搞定的地方! 那德國人覺得很不可思議的事兒,在中國,哼,居然是比較正常的事情! 馬騎在中國生活的時候,我就見過,好幾個像這樣的小區,有可能沒有杭州的這個大,有可能沒有杭州的這個豐富! 但是,四川成都,重慶,上海,汪東,北京,很多馬騎去過的地方,都有像這樣的小區! 在小區裡面,就有很多生活類的,有吃的,有賣的,有喝的,有玩的,有教育的,有醫療的地方! 然後,就感覺是非常方便! 那當然,也不是所有的人適合這麼住,這麼生活! 有一些人,覺得所有的事情,在一個地方,在家門口就可以搞定,爽便,舒服! 但有一些人,也比較喜歡每天出去,每天去普通的地方,每天去玩,等等! 反正,德國人感覺蠻神奇的! 但是,我的朋友們,今天我想曉得杭州的這個超大建築,小區,你們感覺怎麼樣呢? 你們想不想住在一個這樣的地方,你們會覺得方便嗎? 你們可以在評論裡面跟馬騎分享一下! 那今天這一期分享到此結束! 希望你們感覺有意思! 希望你們又學到了一些新的,關於德國的知識和中國的差距了! 那如果今天的視頻,你們感覺還不錯,還挺有意思,還有點喜歡的話,那你們可以支持一下馬騎的賬號! 你們可以在視頻的下面,來點個讚,來評論,來分享給你們的好朋友們! 當然,最重要,不要忘記,關嘴哈! 德國小鬍子馬騎的賬號了! 非常感謝所有的朋友們的支持和今天的觀看! 馬騎現在又說再見了! 朋友們非常期待,在下一期視頻又能和你們見面了! 我!!! heel finalement,希望你們有很多東東址!